心灵回收站爱的港湾 我就觉得累了 就先回了家 到家洗洗涮涮刚躺上床 就接到女儿打来的电话 妈 你外孙把女朋友带回家了 女孩还不错 准备结婚 可买婚房 给彩礼 办酒席 拍婚纱照度蜜月要不少钱 你也知道 我们家没多少钱 现在最起码还缺八十万 听女儿这么一说 我原来以为她是想问我要钱 就说 可我没有八十万呢 我给小熊存了一点钱 准备给他结婚用 但一共只有四十万 我本来打算小熊结婚的时候 给他三十万 十万自己留下来养老 妈 这点钱远远不够 要不你把你现在住的房子卖掉 你那里有九十几个平方 又是学区房 虽然年代久了一点 但也能卖二百多万 这样小熊结婚就有钱了 而且他还可以买辆车 现在谁家没有车呀 就我们家没有 以后送你去医院也方便 听女儿说让我卖房子 我手一哆嗦 吓得手机都掉床下了 我听到女儿在电话里 微微微不停 过了好一会 我才稳住心神 下床捡了手机 女儿还没挂断电话 也不问我怎么了 我一接起来 就听到女儿在电话里说 妈 你是不是不想帮我呀 女儿 卖房子肯定不行 如果我把房子卖了去你家 女婿不容 我怎么办 你也知道 我先前就跟女婿闹得有些不愉快 那我该去哪里 去街上流浪吗 我可都七十多了 还有多少年头可以活 我拒绝了女儿要我卖房的要求 妈 多少年前的事你还记得那么清楚 你跟我老公又没有大矛盾 只是鸡毛蒜皮的事 他早忘了你还记得 我是你女儿 在这世界上跟你血缘关系最亲 我能不对你好吗 再说了 你如果真的在我家住不习惯 你还可以去养老院 现在条件好的养老院很多 你可以随便挑 你可只有我一个女儿 女儿冷静地给我分析 我叫汪桂花 今年七十二岁 退休前是市政园林的 因为我以前在市政园林 做的工种属于特殊工种 所以可以提前五年退休 我四十五岁就退休了 当时退休的时候 只有八百多一个月 这几年随着一年一年的加工资 我的退休工资已经有六千多了 我老公原来在铁路司机学校烧锅炉 我们俩只生了女儿一个孩子 女儿今年四十八岁 因为只有一个孩子 又是女儿 所以我们一直对女儿是富养的 自己舍不得吃 舍不得喝 可对女儿很舍得 女儿小时候 我们花钱让她去学跳舞 上各种补习班 不过女儿不是读书的料 小小年纪就喜欢打扮自己 怎么说让她学习也听不进去 连高中都没有考上 读了一个技校 她附近铁路系统内招 做了乘务员 女儿参加工作的第二年 老公突发脑梗塞 在锅炉房里没人发现 送医太晚抢救无效去世 因为是在上班时候去世的 除了丧葬费 单位还给了我们一笔三十多万的赔偿金 女儿交了个男朋友 我是不同意的 女儿的男友除了人长得高一点 帅一点 一无是处 没有正式工作 母亲很早就过世了 父亲又再娶了老婆 她一直跟着大姐生活 大姐嫁的老公还不错 她给她姐夫开出租车 没车 没房 没存款 但女儿就是喜欢她 不管我如何跟女儿说 让她再考虑考虑 女儿却嫌我事快 还说什么 默契少年穷 招呼都不跟我打一个 就搬到男友的出租屋 不仅这样还躲着我 直到怀孕才带男朋友回家 老公不在 我只有这么一个女儿 怎么办呢 只能认下这个女婿 还好女婿的大姐为人还不错 她拿出一半的钱 我拿出一半的钱 给两个孩子买了一套 九十个平方米的婚房 装修好买了家具家电 女儿还怀着孕 新房刚装修好有气味 要晾晒一段时间 我就让女儿女婿先来自己家里住 女儿女婿吃喝都在我家 买菜买水果 水电费煤气费都我出 有一次我说女儿的时候 女儿还说 妈 这是在你家 所以你出 以后我家搞好了 你去我家住就我出 因为女儿怀孕 我得给她补充营养 所以经常会给她买好菜 女婿从来不会客气 我给女儿买来补身体的她 照吃补物 女儿生产前 我给她准备好运产包 生产时要用的东西 小孩子的小被子小衣服 女婿百事不管 就会对着女儿说好话 哄着女儿 就是嘴巴说说一点都没实际动作 但女儿就吃她那一套 外孙出生以后 女婿亲生母亲又不在 她父亲和后妈就包了孙子二百元红包 在医院的时候看过一次 就再也没来看过 女儿的月子自然给我伺候 女儿休完产假去上班以后 外孙就跟着我 办完外孙的周岁宴 女儿女婿搬去了他们自己的新家 外孙没人带 自然我也得去他们新家 到了女儿家 生活费又是我掏的 我问女儿要 女儿说 妈 你来我这里住 不是把你自己的房子出租了吗 租金当生活费就行了 自己只有这么一个女儿 我也没有跟她多做计较 反正自己的钱总归还是要给她的 早一点晚一点给而已 外孙六岁的时候 女儿说乘务员太累 他们如果选择自行择业 可以拿一笔择业费 她想自己开一个店 让我赞助一下她 我刚开始不想女儿择业 毕竟在铁路上工作 虽然工资不是很高 但那是铁饭碗 可女儿就是不听 她居然跟我说 我爸去世的时候 她们单位不是有一笔赔偿金吗 这笔赔偿金你有份 我也有份呢 你就用那笔赔偿金给我开店 那可是我自己的钱 你虽然是妈妈 但也不能为了我的钱 我当时真的快被女儿的话气晕了 我心里暗暗在想 一定是女婿怂恿女儿问我要钱的 结婚好几年了 我这个女婿一点长进都没有 女婿给她姐 付开车 那几年 开出租车还是挺赚钱的 有的好的人 一个月能跑万把块钱 我从来没有指望过 她能跑个万把块钱 一个月能赚个四五千我就满足 可她每个月出租车只能跑三千左右 自己还要抽烟喝酒玩游戏 三千块钱有时候她自己都不够用 还要问女儿拿 女婿那时候经常开一会儿车 就跑去网吧上网玩游戏 别人家的日子都是越过越好 可他们家的日子却越过越穷 有时看不过去 我也会跟女儿说 你也管管你老公 一个大男人得养家糊口 穷不怕就怕了 不能自己挣的都养活不了自己 还要问你拿 妈 你女婿除了蓝点也没什么毛病 她又不赌 又不嫖 又没有家暴我 对我和孩子都挺好 你这么看不惯她 她对你也还尊重 只不过挣钱少了点而已 所以我才想择业 自己创业 多挣一些钱 让你给我投点钱 可这你都不同意 你不想我的日子好过一点吗 作为母亲的怎么不想 女儿日子好过一些 可女儿就是不听劝了 在她眼里 女婿就是哪哪都好 劝也劝不住 也只好随了她 做母亲的哪里 宁得过自己的女儿 我拿出了老公的赔偿金 和自己的积蓄给女儿 我对女儿说 我是你 妈妈 我当然希望你的日子 过得越来越好 你们一家人的生活 也越来越好 可你们夫妻的 近的往一处时 这是你 爸爸的赔偿金 还有妈妈所有的存款 妈妈支持你创业 也希望你能创出 一番名堂 但女儿你要记住 自己挣的钱 要牢牢地握在自己手中 妈妈只希望在我的帮助下 你们的日子可以越过越好 女儿用我给的钱 开了一家服装店 女儿从小就是个爱打扮的 穿着打扮她很有一套 店开起来以后生意还不错 原来女儿在铁路上 做乘务员的时候 下班回来还能帮点我的忙 开服装店以后 女儿忙了起来 根本没有时间帮我 我还得给她送饭 有时还要去她店里帮忙 但看着她们的日子 越来越好 我累一点苦一点 心里也是愿意的 我给她们带孩子 买菜做饭 可是后来孩子大了 上小学了 女婿对我的态度 就越来越差了 嫌我卫生做的不干净 嫌我买菜图便宜买的不够新鲜 嫌我只会买便宜的水果 我一个月退休 房租在她们家几乎都花完 她还不给我好脸色看 我也没跟女儿说 虽然女儿一直觉得女婿好 但我还是怕她们 因为我吵架打架 外孙上了初中以后 我就跟女儿说 我帮你们十多年了 也累了 我内退以后 一直都围着你生活 都没有好好过过自己的退休生活 我想一个人生活了 女儿也没有过多的挽留 我就回到了自己的老房子 回到家以后 想想真是挺委屈的 自己辛辛苦苦帮女儿十多年 却没捞到一个好 回到自己家以后 租我房子的人还想租 我的房子在一楼 有前后门 想想她们平时也不经常回来住 我自己住一间就够了 我就继续租给了她们 也可以多一笔收入 租我房子的是表姐妹两人 两人是做事及生意的 经常每一个市场赶急 因为是在我们这边进的货 所以就在我们这里租了个房 姐妹俩挺好相处的人 我有时做点好吃的也会给她们 她们对我也挺照顾 虽然自己一个人生活挺寂寞 也挺孤单 我有时候也会挺想女儿外孙她们 但我只要想她们 就会去女儿店里看看女儿 感觉人是一个人生活字 再多了 女儿要看店 基本上走不开 因为晚上关店的时候 我都早已经睡觉了 所以她很少来看我 只有过年过节的时候 她一家三口才能到我住处看我一眼 虽然我心里不是滋味 但也不挑她 女儿也是为了生活忙碌 外孙上学要钱 长大以后还要给外孙买婚房 娶媳妇也要钱 女婿又懒又赚不来钱 只能女儿多操持 从女儿家搬出来 我自己一个人住 一住就是十多年 我自己一个人住很省 我的退休工资基本都不用 都存起来 有时外孙来给点外孙零花钱 或者女儿有时进货钱 不够问我借一点 说是借可是从来没还过 我自己的生活费只用租金 我的退休工资也才这几年才高点起来 这些年我差不多存了四十万左右 存钱的时候我就想过这笔钱 以后给外孙买房子用 外孙是我一手带大的 高中之前还是经常会来看我 可上了大学以后 大概事情变多了 来看我的时间就越来越少了 只有问我要钱的时候才会来我家 女儿现在想让我把房子卖了 给外孙买婚房 说句实在话 我是不愿意的 这些年 女儿一家对我的关心并不多 说起来还没有我的租客对我照顾得多 大大前年 我上卫生间的时候 不小心摔了一跤 腿摔骨折了 女儿只来医院照顾我三天 说自己很忙 给我请了一个护工 护工费用还是我自己给的 出院以后 来家里看过我一两次 都是我的租客照顾我的 人家看我不方便 给我买菜做饭 甚至帮我洗头 推我去小区散步 女儿只是打个电话 关心一下而已 女儿说我如果把房子卖了 跟他们相处不好 可以去养老院 我想想都怕 虽然我没去过养老院 但听很多老年人说 那种地方 去了抑制都会消沉多 有时还会被人欺负 也就活不多长时间了 虽然人生也没有太多值得留恋的 但我也不想死在外面 我不同意卖老房子 女儿听到我拒绝 女儿就说 妈 你咋这么不懂事呢 这可是小熊的终身大事 这么关键的时候 你作为外婆不应该帮她一把吗 这些年因为网络的冲击 实体店不好做 这几年生意一直不好 我手里也没多少钱 你就不能理解理解我吗 你就我一个女儿 你的还不是我的 再说了 等哪一天你不会动了 摊在床上了 难道还不是得我伺候你 难道你不想让我来伺候你 帮你吗 你想一个人在家里 死了也没人知道吗 女儿说完也不等我回答 就挂断了电话 听到女儿尽是威胁的话 我真的有些难过 放下电话 我的眼泪就不知不觉地流了下来 那天晚上我哭了很久 我没想到女儿能这样跟我说话 后面她再打来电话 我就没接了 我不知道我应不应该帮外孙一把 应不应该把房子卖了 各位看官可否给我分析一下 卖还是不卖 我的总结 每个人都会变老 很多老年人老了 面对自己的晚年都会一种恐惧的心理 特别是像我们这种 只有一个孩子的独生子女家庭 老伴又没了 只有自己一个人 会觉得孤单寂寞 会怕自己真的到了不会动的一天 儿女不管自己 那是怕自己有钱也花不出去 今年我脑梗过 躺在地上不能起来的那一刻 我想自己也许不行了 我也只有一个儿子 而且儿子还有想去女朋友的城市南京定居的想法 我的身体一向不是很好 这几天咳嗽不断 头也很疼 天气下雨不停 强制性挤柱炎又犯了 疼得死去活来的 可我没有给儿子打过一个电话 我总觉得 如果一个人手里有钱有房 比一个不孝顺的孩子让我更有底气 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